大家好 我是王毅坦 佔領立法院這件事情 我會認為是目前來看是最有效的 他不只他單純針對服貌 他也對整個台灣的社會 有很大很大的改變作用 所以如果從來一定還是佔領 而且我會佔領更多 應該是全面的佔領 我這幾天有跟黃國昌一些爭議 那黃國昌他主要在專訪當中 他的否定 他覺得是他從頭到尾就支持的就是 不要全面佔領立法院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東西是失敗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認為說 全面佔領 你才有辦法不要讓大家那麼累 然後你也不用在裡面跟警方 每天在那邊就是互相監督 然後他每天在那邊給你壓力 然後很多人累倒的 然後有些人都精神不濟 然後被逼瘋 然後甚至產生了 一場內跟一場外的隔閡 很多資訊都不流通 其實全面佔領 讓整個其他的像警察 或是政府官員 他們全部都在立法院外 然後全部要抗議團在立法院內 那我們那時候就會降低很多序號的成本 而且溝通會變得比較順暢 而且搞不好加速 我們在這一次 跟政府談判的時候對不對 搞不好很快就 政府就同意了 而不會像現在這樣拖了那麼久 然後又發生了許多許多的事情 我覺得有一定都有成長 而且成長的其實還蠻多的 可是跟我的期待 跟應該說我個人期待講的話 非常遠還很多 在這一年來當中 其實知道裡面有諸多的問題 可是因為不想去戳破那些彼此之間的和諧 那這種和諧的態度 我覺得就像是我們平常學讀家 中國文化所留下來的一種遺讀 因為它不像國外就是比較針對 問題會比較針對那個問題去做辯論 我們反而比較強調的是 不希望看到破壞團結的事情 我覺得一年以後來看的話 這個疙瘩是存在的 而且它沒有 因為沒有過去318運動沒有出來沒有做檢討 所以它反而造成每個組織之間的不信任 然後呢 彼此組織對 雖然擴大很多 然後可是呢 卻好像一個水缸一樣 我們的水缸變大了 社會願意灌給這水缸的資源也變多了 可是它裂縫也變大了 所以你怎麼灌 那這缸子再大都裝不滿水 我從318之後 認為只是光靠抗議是不夠的 對我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決定應該要投入整個政治領域裡面去 你還會再參選議員嗎 或者是 不會 不會 我現在的 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做一個組織 這個平台性的組織是為了今年的三大目標 我們稱之為拆車輪計畫 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三大目標就是讓國民黨不再執政 然後呢 再來是國民黨國會不過半 然後再來是讓選民期待的優秀人選進國會 這個選民期待優秀人選 它不見得是單一的價值觀的人選 它可能是新民黨的 也可能是統派 也可能是獨派 也可能是左派 右派的優秀人選 但是我們想建立一個機構 讓民眾如何更有效的 能夠把他們選出他們心中心目中想像的那候選人 像過去握草 或者是一些平台 他們做出了所謂候選人的給問嗎 這種機制 讓你更了解候選人 一定都是幫飛國民黨的 因為我會認為說 國民黨在漂漂撥等職 還有以及在台灣的歷史圓圓當中 他們壟斷太多政治資源 唯有把他們打成 不過半 台灣才有所謂的真正的關鍵力量 才能去討論左派政治當中的一些價值觀 把多元的政治空間給釋放出來 拜拜